嗨,大家好,我是急速汉语卢旭峰 上一课我们介绍了几种常见的错误的学习方法 本课我们讲一下技能与知识的区别 以及在学习的时候应该分别采用什么不同的方法和策略 技能通常和肌肉运动有关 而知识一般是指大脑内的活动 因此很明显我们需要将它们区别对待 知识是需要理解的概念 是人们从各个途径中获得的 经过提升总结与宁愿的对客观世界的系统认知 相对来说知识比较容易获得 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 我们想要获得某一方面的知识 只需要上网一搜就能办到 但知识却不一定是正确的 因为其有很强的时效性 我们在网上可能会看到说 中国一家只能生一个孩子 但现在三胎政策都开放了 有些知识的学习几乎是瞬间可以办到的 比如你要知道德国有多少人口 上网一查就知道 但知识也是需要积累的 例如有人问你 德国的人均土地面积大 还是法国的人均土地面积大 这可能一下搜不到 就需要德国人口和面积 以及出法运算 这五个知识的积累才能得到结果 如果你已经知道了德国的人口 那只需要查其余的三个数据 而你如果是欧盟的官员 可能结果随口就来 但如果你连出法都不会 那永远不可能知道答案 由此可见 知识积累的越多 或知识检索的速度越快 将其转化为有价值的信息的速度就越快 人们通常也就会认为 此人的知识越丰富 技能是执行一定活动的能力 有人认为技能和知识密不可分 可我不这样认为 游泳是一项技能 但会游泳的人 并不需要懂得福利的知识吧 可能除了哭和吃奶的技能之外 其他所有技能 都是需要后天训练才能掌握的 因此技能一般用熟练程度来衡量 比如评价开车技能的好坏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问 驾铃几年 或驾驶里程多少 语言到底算是技能还是知识呢 我认为应该拆开来看 听说能力是技能 而读写能力虽然也是技能 前期却需要大量知识的积累 毕竟正常人类儿童 到了两三岁 都能具备母语的听说能力 但是读写能力则在小学阶段 通过系统的学习才能逐步掌握 再到中学以后 要提高读写的能力 其实又没有什么新的知识要学了 只需不断地积累和训练 这就又向技能的方向转变了 因此语言学习 首先需要用针对技能的反复训练法 例如发音的准确性 这个只有通过训练才可能提升 也需要用针对知识的理解和推理法 例如学习词语 如果能够通过组成的单词或字根 推测出词语的意思 那就可以大大降低记忆负担和学习难度 而对这两种能力在不同的学习阶段 其要求是不一样的 我们目前国内学习英语 就过分侧重知识的学习 老师觉得只要把所有的知识点都讲完了 如何记忆和练习就是学生自己的事情了 这就导致中国的学生学到最后很多都是哑巴英语 读写能力一流 可听说能力差强人意 而外国人学汉语则往往正好相反 广州有很多黑人 他们说的都很流利 可是却大字不识一箩筐 学成了文盲汉语 因此 学语言要理解和训练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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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说三遍 但是在初期 侧重点要放在训练上 反复听 让耳朵能分辨出音节和词语的间隙 反复读 让口腔肌肉能适应发音的习惯 这是学习任何语言的基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 今天背景图中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在美国的圣叠戈海军基地 拍的美国退役航母中途导号 现在允许游客上去参观了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给我留言 我们下次课再见